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使用PDO处理对象 准备好语句也绑定参数也执行了 对不对 这节课咱们看一些更细节的东西 也是同样的内容 好吧 我们看一下 前面到我们执行CQ语句 使用的是绑定的参数什么参数 是这种问号参数 对不对 问号参数有个特点 必须得按顺序来绑定 对吧 万一我这里边 如果我加了一列 对吧 程序后期经常会增加 对不对 我加了一列的话 那我这边怎么办 是不是 随去有可能就会需要改变呢 那有可能就乱改错了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有其他的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什么名字参数 也就是这种什么问号参数 相当于咱们数组中的所以数组 必须按整形的随区下标来指定 对不对 那名字参数呢 类似于我们数组中的关联数组 通过字符串下标 咱们就可以找到 对吧 所以呢 我这里边我们可以不用问号参数 我们用什么呢 改成名字参数 名字参数也就是字符串 那字符串的你不用标记上字符串 知道吗 代号帅号别用字符串 只要用冒号就行 起个名字 名字你可以自己命令 随便起 记住是自己命令 但是呢 我们为了好记 对吧 我们最好是跟什么名称相同吗 跟字表的字段名相同 但是你可以随意叫名的 对不对 咱最好是字段叫名 内部你看前面加冒号对不对 然后冒号密码冒号 A字冒号 记忆 在冒号 性别 在冒号 email 你看 这也是一种参数 对吧 也是不知道什么值 只不过是一个站位符而已 是一个符号 但是这个符号不是统一的 全是一样的 像问号一样 对不对 不是统一的 是有各自的名字 所以叫名字参数 对吧 这样的话 我绑定的时候就不用非得说 一二三四了 我只要对应名字就行了 比如说 这块 我只要把内部参数 绑定成 内部 把这里边的什么 当然我这块 算我什么号 对不对 然后呢 密码参数 还有年龄参数 还有 性别参数 还有 你们要参数 你看 是不是都用名字 就可以搬碎去来了 它会根据名字去对应 这样的话 再加一列的话 不管在哪块加一列 这里边其他也都不用改 只有改就用名字的 是不是就好了 对 所以就像咱们使用速度 所以和关联那种施法一样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样的两个值 我在一刷新的时候 会不会插入 如果能插入的话 是不是跟前车报告 插入作用是一样的 你是不是有了一种 另外一种选择 对 好 我们去看实验可不可以做 刷新一下 没有说错 我们看数据表里边有没有数据 是不是又多了一份这些数据 662和663这条记录 说明我们这样绑极是可以的 对不对 绑极参数的时候 如果不用毛号 看一下不用毛号 对不起 刷新一下 没有问题吧 我们这块在执行 是不是也多了一份 对 所以你这个地方是怎么的 可选择的 对不对 那我这个地方不加冒号呢 看一下 可不可以呢 然后我再刷新一下 可以吗 数据就会空了 对不对 所以在起名字参数的时候 记住 这个地方是需要加上冒号 然后加一个你自己命名的名字 这地方是可加可不加的 听到吗 那这种形式理解了吗 另外最主要的什么呢 我们在绑极参数的时候 它可以自 PP有这段好处 PP是弱类型对不对 它跟数据库可以自对应类型 什么叫自对应类型 就自适应的一种类型 这种名字是字路串吧 年龄是整数吧 性别是字路串吧 对不对 对 那数据固类型有整形有字路串 对不对 然后还有时间类型 对吧 还有什么空类型 还有等等吧 其他类型对不对 对 那第三个参数 我们可以手动的指定 绑定这个变量 必须是什么类型 那绑定的这个类型 怎么去处理呢 看一下 这里边第三个参数可选的 是不是就类型了 那这个类型在哪呢 看一下 在哪呢 我们可以找一下常量 预定常量 你看 上边所有以PARAM开头上 从这儿过来开始 都是我们可以绑定的什么 绑定的参数类型 看到了 有这么多类型 比如说有布尔形的 有空的 有整形的 有字路串的 有大致类型的 对不对 还有本身的NTM类型的 还有什么 这个就是 属于那种存储过程 使用的一些类型 对不对 这也都有 只不过它不用的话 都可以自动的 对不对 那你干嘛用 但它用上好不好使 好使 比如说我这里边就两种类型 一个整形的一个字路串 对不对 我再放上去 再看一下 这话我们用PARAM 下号线 名字是字路串的 STR 我们拿过来 按照新 这块 密码是个字路串的 然后年龄 是不是整形的 INT 对不对 然后性别 这也是字路串的 对吧 Email这块也是什么 也是字路串的 是不是 我不写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记不记都可以 对不对 我只说这块 是允许有这样的类型的 没有定义长量 这些长量我们都需要 什么呢 既然是PDO里的长量 我难道不加PDO能行吗 因为是这个类里的长量 对不对 所以我们前面一定要加上前缀 对吧 我们先看一下数据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没有什么影响 对不对 就是没执行过去 那我们再上新一下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数据 是不是又多了 数据 证明我把数据怎么当 就插入进来了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 讲讲两个之间 一个就是什么 大家要了解 什么是名字参数 和问号参数 有什么差别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绑定参数的问题 当然这是可以不记的 那我都说了 这样的写法 的确是可以防刺口注入 效率上 那咱展示你没测 你也看不出高 对不对 只是听高人说 是效率会高 对不对 对吧 但是呢 使用起来是不是麻烦了 明明我一条语句 插入两个 就是两条语句 可以搞定 我写了这么长 对不对 对吧 当然了 这么长的语句 后期咱们把它封装成一个 专门处理数据库的一个类的话 你也可以一条语句 搞定 对不对 对吧 比如说用一些框架的话 那咱不用框架 能不能在这儿 我去简化呢 可以 咱们简化 看一下 假如说 我把这个保存一下 一点 我把这些全删掉 我还是插入两条语句 这些也删掉 对吧 现在问号或者名字 插入不给职能行吗 不行 不行 那比如说我这话 我先给他换成 还改回问号才是 这里边一共五个问号吧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五个问号对不对 看到这个 execot了吗 对吧 它除了有执行 四个语之特点 它能在执行的时候 并直接绑定复值 因为问号参数 咱说相当于什么数度 是不是 所以数度 对吧 既然问号参数 相当于所影数度 那只要我传一个 所影数度就可以 所影数组里边的每个元素 跟问号对应上就可以了 比如说 这里边 传一个什么 名字 我这边第一个叫做 妹子 对吧 密码 妹子经常要的密码 123456 然后年龄 妹子18 对吧 然后性别 妹子是女 妹子的邮箱 A全BB点看 对吧 我如果想插入两条数据记录 或者三条记录 我这会想 妹子2 妹子22 对吧 其他手线不变了 看看三条数据 能不能插入进去 对不对 如果我能这样写的话 是不是就不照 咱们以前传统的方式 复杂了 对 其实这种方式是最常用的 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有问题吧 对 那我们看一下 女卷呢 这三条女卷 是不是上面进来了 妹子 妹子2 妹子2 对吧 都进来了 是不是变成方便了 好 再保险一架 2件PSP 保险成这个 那如果我这块 不是问号参数 是名字参数呢 是名字参数呢 比如说这块是 这种数字调 上面名字参数 是不是能注释了 把它打开 这是名字参数 对吧 那我怎么绑定呢 问号参数 咱们说了 相当于所以数字 名字参数 相当于什么数字 关联数字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只要传一个关联数字 关联的下标 和我们这个命名 是一致的就可以 对吧 比如说 下标 传一个数字 指定关联数字 下标 可以加冒号的内容 也可以不加 听懂吗 这些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名字 这块是 这块是 风格 风 对不对 然后呢 密码 PSS 这块 传一个 密码 ABC 123 警号 然后再来一个 年龄 28 再来一个 性别 男 然后再来一个 emile A 这 B 这看 你看 这多了一个刀 对不对 看着这样 你就知道吗 如果我想执行多次的话 分个就不是分个A了 分个A 分个B 对不对 那我们执行一下 是不是也能执行的 所以这里说了 这是解化的方式 解化的方式 看你用什么参数 你如果用名字参数 就用关联数 你如果用关联数 你如果用关联数 就用所有数数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另外 名字参数还可以有一个好处 3.PSP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 你可以直接 假如说你表单和名字参数 表单里的内部属性 跟这里面都是对应的 你可以直接POSE 往这一传 POSE的是个关联数度 POSE下面表单里面有的是不跟 有没有对上的 可以直接 是不是就行了 如果你用的 当然了 咱们我就不写表单了 我用Guy的行不行 我在地址哪里传过了 行不行 你再看一下 我在这块写上 问号 名字等于比如说ABC 然后安德佛 密码等于XYZ 安德佛年龄等于100 安德佛性别等于NN 安德佛Email等于HC.com 回车 没有对吧 我看一句 是不是直接加上下来了 如果是表单 是不是也会直接加上下来 这种方式比原来用那种方式还更简单的 记不记得原来咱写色课语句一件就写的 对吧 就把色课语句POSE里边的分别写到这里边对不对 对 不光麻烦 而且还怎么呢 原来那种方式 还有色课语的危险 对不对 这种不光简单 还没有色课语的危险 所以推荐大家使用的是这种方式 好 谢谢大家 那这些课我们就就到这里 那我们这些课呢 也将执行 SERCUE 就是这个准备工作的 和准备和执行和绑定 包括复杂的 包括简化都跟大家说了 对不对 推荐的就是大家使用简化的方式 绑定那个过程 大家可以不消极 对不对 也能够玩腰 对吧 所以呢 只要能实现你的结果 用最方便的方式 只要用到预处你就可以 好 谢谢大家 这些课就到这里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